这场中元节唱的戏可不是一般人 虽然现实中只有两三个观众 但一转眼却又坐满了孤魂野鬼 因为中元节这天鬼门大开 上岁数的老人都会在路上摆满祭品 让路上的孤魂野鬼吃饱饭 甚至还专门给他们搭班唱戏 即使是没有人观看 戏班也要坚持唱完 为的就是让孤魂野鬼 在中元节这天不会伤害别人 为此阿飘和班主达成协议 只要是看了视频点赞加关注 那些鬼魂自然而然就不敢伤害我们 可让人不知道的是 戏班刚开始搭建戏台 就遇上了可怕的事情 此时正在打电话的大壮 显然没意识到有人正死死地盯着他 到了晚上 毫不知情的大壮不小心 踢到了路上摆放的祭品 于是他双手合十就离开了 这时两个看着像人一样的小孩 跑过来偷拿祭品里的零钱 可突然一辆汽车驶来 小孩被撞得魂飞破散了 大壮也差点去了西北 诡异的是 司机下车想要查看小孩的情况时 却发现没有任何人 第二天 班主心脏病不发被送到了医院治理 花旦告诉大壮 班主的身体不适合劳累 想让大壮接替他父亲的职责任命班主 可就在这时 一个长得像正常人的老太太 推着尸体走了进来 他看大壮直接说 中元节这几天一定不要随意走动 不然就会被恶果纠缠不休